教科书里的历史人物 总是一副跃进沧桑的成熟模样 以至于咱们都忽视了 他们的青年与童年时代 比如这儿这个乖巧的小男孩 有的朋友可能就不认识 但30年后的他 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 机器能思考吗 这样一个颠覆性的问题 用一场模仿游戏 挑战了机器与人类之间的界限 看到他30年后的模样 大家就都有印象了 他就是艾伦图灵 人工智能之父 有意思的是 今天他能从相框中走出来 靠的也正是AI 所以说历史在这 走出了一个奇妙的闭环 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伙妹也请坐 今天咱们来个儿童节专题视频 唠唠AI与计算机的童年 和很多朋友印象里不一样 AI其实并不比计算机年轻多少 通用计算概念诞生的那一刻 AI的种子就已经被剥下了 事实上 人工智能之父图灵的另一个称号 正是计算机科学之父 所以计算机与AI的童年故事 得一起唠 一边唠呢 一边让AI出来 给大家伙祝个幸 给历史影像上个色 让故事里的传奇人物动起来 其实这次的AI项目 倒是没费什么功夫 我直接调用了华为HMS Core的视频编辑服务 简单而先免费 和谷歌苹果开发生态的通行做法类似 华为的HMS Core呢 也是把一些常用的 尤其是复杂不好搞的功能 自己做出来 让开发者可以快速集成 视频编辑服务的官方代码库呢 提供了完整的安卓项目代码 我把代码下下来 在Android Studio里面编译成了APP 然后在手机上成功安装运行 这儿呢 我把详细步骤列了出来 对APP开发感兴趣的朋友 以后有需要可以回来看 官方的视力APP呢 是一个视频编辑器 提供了完整的视频编辑功能 还有滤镜 染发 人物追踪和人脸遮挡 这些AI能力 也包括这次视频里 要用到的AI着色 与人物动态化功能 今天大家已经看到 和即将看到的历史画面 都是由这个APP处理的 刚开始呢 我有点担心恐怖股效应 但HMS Core实现的版本 没出这个问题 上色也比较自然 历史人物 终于不再是冷冰冰的黑白照片 教科书里缺失的温度与亲切感 顾面而来 这段画面的原始照片 来自当年图灵的博士申请 后来被放在他的学生档案里 在赴美读博前 24岁的图灵 向伦敦数学协会提交了一篇论文 就在这篇论文里 他提出了日后被称为图灵机的重要概念 在拿下人工智能之父 这个头衔之前 先奠定了自己 计算机科学之父的地位 不过通用计算机与人工智能这对同猫兄弟 他们童年故事的起点 还要再往前追溯 追溯到那个人类社会还没来电的时代 18世纪 世界上并不存在计算机这个概念 实际上就连computer这个单词 指的都是人 而不是机器 当时computer是一种职业 可以翻译成计算师或者计算员 主要工作呢 就是计算对数表 三角函数表 这些数学用表 这些密密麻麻写满数字的表格 计算量非常大 如果雇一大堆数学专家来算 成本又太高 所以就需要想个办法出来 接下来这段历史 应该就是三体里那个 冯诺一曼人列计算机的现实输出 1793年 法国数学家普罗尼 设计了一个总共三层的人员结构 第一层 三到四位数学家 确定数学用表的计算方法 第二层 六名分析师 把计算任务拆分成最基础的加减法运算 第三层则是由近百位 只懂加减法的计算员 把数算出来 这些人大部分是失业的理发师 法国大革命之后 不少旧贵族连头都没了 也就不需要剪头了 这时候有的朋友 可能已经发现了这套人员结构 与现代计算机的对应关系 第一层的数学家 其实就是在写代码 第二层可以理解为时代编译 第三层的计算员 则是在进行实际运算 这不就是一个经典的计算机程序吗 但这个18世纪的故事里 只有计算员没有计算机 那问题就来了 一群人类计算员组织在一起 怎么就跑起来计算机程序了呢 这是今天的关键问题 触及了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的本质 不过后面再说 先把这个起源故事讲完 普罗尼设计的三层结构 把只懂加减法的计算员组织了起来 让他们也能完成数学家才能做的工作 但效率并不高 假如我算到一半 需要另一个人的结果 就得等他把数值念给我听 或者写给我看之后 才能继续往下进行 不仅慢 还容易出错 另外那个时期的法国呢 存在严重的通胀问题 项目的资金压力也比较大 所以普罗尼的完整数学用表 最终并没有成功问世 但这套把外行组织起来 解决专业复杂问题的方案 却启发了不少人 它证明了一件事 复杂事物可以由简单个体融合而成 这话一出来呢 就跟一句正确的废话似的 但无论计算机还是人工智能 都是建立在这个浅显的道理之上 一步步向下发展 1812年 21岁的查尔斯·巴贝奇 坐在剑桥大学自己的房间里看书 发现书上的对数表错误百出 于是呢 就有了用机械替代人工 来计算数学用表的大胆想法 21世纪的朋友们呢 可能觉得这有啥大胆 正解人谁拿手摁算对数了 但回到19世纪初 当时的算盘和帕斯卡基 说白了都只是计数器 莱布尼茨基呢 虽然支持四则运算 但在对数和三角函数面前 那真就是个弟弟 此时巴贝奇的信心 正是来自普罗尼的三层计算员结构 当时的机械计算器虽然菜 但计算能力和第三层的Tony老师们 其实是旗鼓相当的 那为什么不用机器 把老师们解放出来呢 巴贝奇设计了一种 叫做差分级的机器 可以理解为 是把第二层分析师拆解好的指令 刻进了机械结构里 一个实际例子 是咱们小时候玩的音乐盒 盒子里面呢 有一个金属转轮 转轮上有一大堆小凸器 转到对应位置 就会拨动金属片发生 不过巴贝奇的思路 到这并没有停下来 现在差分机成功解放了 三层计算员结构里 第三层的人类 但这台机器在第二层 完全没有灵活性 如果换个任务 比如说算算圆周率的第一千位 整个机械结构都要重改 于是巴贝奇又开始着手 赋予机器灵活性 1833年 它开始设计一种 叫做分析机的机器 当时的纺织工业很发达 织布机利用达孔卡片 可以织出极为复杂的图案 换一组新卡片 就可以织出一套新图案 受此启发 巴贝奇想到了用达孔卡片 来向机器输入数据与指令 如果问题变了 制作一组新的卡片就行了 虽然没有电流通过 但这是一台真正意义上的 通用计算机 奠定了巴贝奇计算机之父的地位 不过对这台机器着迷的 并不止他一个人 分析机的设计开始之后不久 有位18岁的聪慧少女 从巴贝奇这得知了这个项目 她就是埃达·洛夫莱斯 英国诗人拜伦的女儿 在多年的交流中 埃达深刻理解了分析机的工作原理 在一篇翻译稿中 她为分析机设计了一套 计算伯努力数的算法 写在了附录G里 因为留下了这段 清晰优雅的计算程序 埃达常被后人称为第一位程序员 所以说程序员的起点 并不是格子衬衫与方托洗发水 而是美丽 知性与优雅 一个词 上流 相比起巴贝奇专注于 让分析机进行数值计算 埃达对这台机器有着更大的愿景 他认为分析机可以完成 人类能用清晰指定说明的任何任务 然而他俩都没有意识到的是 他们所热爱的这台机器 已经具备了孕育智能的基础 但这一点就要等到一百年后 由另一位传奇人物来发现了 需要等这么久的原因 也很让人遗憾 巴贝奇与埃达那个时代的金属加工工艺 满足不了分析机的精度要求 作为一项未能落地的设计 这台机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实际上在上世纪40年代 研究人员设计见到通用计算机 埃尼亚克的时候 分析机的理论成果又被重新发明了一遍 额外花了大把时间 不过不管咋说 计算机与AI的童年故事 到埃尼亚克这个时代算是又续上了 然而虽然在教科书上很有名 但埃尼亚克并不是第一台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计算机 这还差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冯诺一曼 这人真是个天才 小时候让爸妈拉出来表演 被电话号码本的那种 才23岁就念了三所大学 拿到了化学学位和数学博士学位 不过他也有没干成的事 而这件事就是计算机与AI童年故事下半场的开场 也是今天的重点 有意思的是呢 它并不是发生在工程与技术领域 而是纯数学 1926年冯诺一曼拿着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 去德国哥廷根大学 跟着当时的数学泰斗 大卫·希尔伯特学习数学 当时希尔伯特提出了一个计划 希望通过证明数学的完备性 一致性与可判定性 为数学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底座 冯诺一曼这种天才 当然喜欢有挑战性的问题 结果他日思夜想 出人意料的失败了 1931年 数学家戈德尔证明 便发表了《不安倍定》里 否定了希尔伯特计划的前两条 也就是数学的完备性与一致性 给冯诺一曼的困惑 画上了大半个句号 而对三大猜想的最后一击 对可判定性的否定 则来自今天的另一个主角 图灵 这事奇就奇在 这场纯数学的思想实验 意外的奠定了计算机与AI的理论基数 前面提到图灵 在一篇1936年提交的论文里 构想了一台抽象的计算机器 也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图灵机 这台想象中的机器分两部分 下面是一条无限长的纸带 有一个个可以记录 二进制零和一的小格子 纸带上面 则是一个可以移动的机器装置 能存储无限多的指定 机器跟随指示 一边移动 一边增加删除或是修改数字 前面咱们说埃达洛夫莱斯 比巴贝奇在理念上更近了一步 认为只要是可以用逻辑指令 清晰写出来的任务 分析机都可以完成 比如给这个视频点赞 投币收藏 你的设备一键就可以完成 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图灵在论文里证明了埃达的观点 那么重点就来了 咱们知道数学证明 也是一步一步的 而且基本逻辑是有限的 如果我想找到一个命题的证明 一个很奢侈的方法就是 我写一个程序 让图灵机把所有可能存在的 数学证明过程都生成出来跑一遍 假如发现某个过程 成功证明了我想证的命题 就让程序终止 把找到的证明过程写下来给我 这个方法很粗棒 但是很好用 也很好理解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它找到了衡量数学可判定性的方法 想知道一个命题能不能被证明 我就把这个败家程序的终止条件 改成是找到这个新命题的证明过程 看这个新程序能不能成功终止 假如数学具备可判定性 那就应该存在一个程序 可以判断任何程序是会终止 还是会无限运行下去 就在这儿图灵找到了破绽 假如真有这么个贼猛的程序 它的输入是任意一个程序 输出是会终止或者不会终止 那不用管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咱们现在就叫它判定程序 然后咱们给它屁股后面加一段逻辑 如果判定程序输出的是会终止 咱们就接一个无限循环 比如while true 如果判定程序输出的是不会终止 咱们就接一个终止指令 直接return返回 这个虚写出来的新程序 为了跟前面那个做一个区别 咱们呢叫它大屁股判定程序 这个新程序怎么来的 大家懂了吧 现在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假如我把大屁股判定程序 这个程序做一个输入 送进另一个大屁股判定程序里面 跑起来之后呢 我再把这个套娃送进原来那个贼猛的判定程序里 它会给出什么结果呢 我告诉你 大的要来了 现在这个大屁股判定程序里面有一个判定程序 外面呢也有一个判定程序 它的输入则是另一个大屁股判定程序 假如里面的判定程序认为大屁股可以终止 后面呢就会跟一个咱们写的无限循环 外面的判定程序就会认为这个大屁股判定程序无法终止 反过来呢 假如里面的判定程序认为大屁股判定程序不会终止 把判断结果输出之后呢 接下来跟的就是咱们的终止指令 所以对外面的判定程序来说 大屁股是可以成功终止的 哈 所以这个假想中无所不能的判定程序 在大屁股这就疯了 既认为它可以终止 也认为它不可以终止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在数学系统里 这样的判定程序压根就不存在 于是希尔伯特为数学设想的最后一根支柱 可判定性轰然倒塌 这个正法太简洁太优雅了 我相信即使是没有计算机背景的观众 刚才这段呢 也都能听懂个八九不离十 虽然这和你们智商高也确实有关 但也得承认人家图灵的正法是真的妙 1936年秋天 图灵凭着这个优雅的大屁股 从剑桥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 几位有趣的灵魂聚到了一起 计算机与AI的快速发育期正式到来 图灵的办公室对面就是冯冬一曼的办公室 冯冬一曼隔壁坐着爱因斯坦 这三个人除了冯冬一曼以外呢 都不太擅长社交 不过后两个人之间有段珍贵回忆 来自梅里尔弗洛德 囚徒困境的提出者 根据他的回忆呢 有一次爱因斯坦要去纽约 冯冬一曼主动提出要开车送他去火车站 结果呢 故意把爱因斯坦送上了开往反方向上的火车 也不知道动机是啥 搞相对论是吧 不过除了这段小插曲之外呢 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冯冬一曼 对图灵学术工作的认可 首先图灵1937年申请奖学金用的推荐信 就是冯冬一曼写的 1938年图灵毕业前 冯冬一曼还邀请图灵做自己的研究助理 后来夏天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呢 冯冬一曼和同伴消磨时间的游戏 就是挑战谁能先把一个随机术 用前面那个图灵机模型定义出来 从后来著名的冯冬一曼结构上呢 也能看到图灵理论的影子 图灵机有两个特点 一是采用二进制 另一个呢 是程序和数据都存在机器上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尼亚克之后 又造了一台计算机Advac 在这台机器的报告中呢 著名的冯冬一曼结构被提了出来 包括输入输出控制单元运算单元 以及同时存储数据与程序的存储器 这个存储器埃尼亚克是没有的 而且Advac的数据形式 也从埃尼亚克的实进制改成了二进制 与图灵机遥相互应 这些设计原则到今天都没有变过 于是在埃尼亚克之后 Advac成为了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计算机 落到这儿呢 现代计算机成型了 再回头讲讲前面的两个关键问题 普罗尼为什么能把人类组合成计算机 巴贝奇与埃达女士 在思维上没迈出的那一步又是什么呢 这俩问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也是通用计算概念 从出生时就暗含着的一个问题 智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开头咱们提了1950年图灵 关于人工智能的那篇重要论文 在第六章第六节 图灵引述了埃达女士对分析机的描述 埃达认为分析机还谈不上去创造任何东西 图灵对此表示质疑 引用了一句话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图灵认为创造呢 只是对已有知识的有序组合 但在文章里并没有给出详细论证 能看出来图灵认为所谓的人类智力 与机器的运算能力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可惜呢 他还没来得及深入这个问题 就寒恨而终了 然而继续向前探索的另一位天才 冯东一曼 似乎也并没有为我们找到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学术生涯的后期 他对自动机理论很感兴趣 这套理论研究的呢 是人工系统与自然生命的结构与组织 天才呢就是天才 他甚至在DNA的分子结构与运行方式被发现之前 就提出了类似的遗传信息结构 去世之后呢 这些理论成果也被汇总出版 其中他提到 智慧生命探索开发宇宙的方式 应该是制造并发送可以自我复制的自主机器人 这样指数增长的机器人 很快就会遍布整个星系 源源不断的把资源运送回来 然而这却给人类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宇宙为啥这么安静呢 还记得前面咱们用大屁股判定程序的悖论 痛击希尔伯特计划吗 现在笑不出来了 计算机AI才刚刚走出童年 就指向了一个悖论 银河系千亿级别的恒星数量 但凡有一个种族搞出来了高度发达的AI文明 整个星系呢都应该比现在热闹的多 现在这么一片死寂肯定是哪不对劲 不过问题发现了总比没发现好 当年希尔伯特为了巩固数学底座提出的三根支柱 转眼就变成了三个大窟窿 在咱们提到他的时候 依然会说他是一位数学态斗 数学漏洞的发现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晚年的希尔伯特呢 眼睁睁看着曾经辉煌的哥廷根学派 在纳粹上台后分崩离析 教授老师被迫出走流亡 到他葬礼时 出席的学界同事只剩下两个人 可最后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两行字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终将知道 这不是一个失败者的悲叹 而是一位探索者的坚定信心 前方的悲论呢提醒着咱们 人类的认知是很有限的 但正因为咱们的认知是有限的 有些看起来没有意义 甚至是失败的事情 并不一定是没有意义的 普罗尼半路夭折的数学用表 八倍齐花了五十年 也没造出来的插分机与分析机 希尔伯特被逐个否定了三个猜想 乍一看都是失败的 但就是这些失败 引出了后来的图灵基理论 冯诺伊曼结构 把人类送入了信息时代 虽然有悲论在前面处着 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呢 通用计算设备 从庞大难用的沉重机器 变成了今天人手一台 甚至多台的日常工具 包括你正在看视频的这台 人工智能呢 也从实验室中的复杂密绑 发展成了普通人 也可以简单拿来用的基础服务 比如今天这个视频里 用来恢复历史原貌的 HMS Core开放能力 这些改变呢是实实在在的 正因为人类的认知是有限的 我们无法判断事情 到底有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只能去踏踏实实地做 直到把没意义的事情做出意义 这就是计算机与AI的童年故事 告诉我们的 这次的视频呢 做得挺开心的 我看了两本讲 图灵与风东一曼的书 重读了图灵的两篇文章 还复习了一下当年的算法课程 视频做的呢是长了点 但我收获挺大 大家听到这呢也辛苦了 开开心心地点开一个视频 结果呢毫无防备地上了半堂算法课 前面图灵机悖论那块呢 落得已经有点深了 也就你们这些高智商高知识观众 能喜欢这类内容 咱们呢也算是双向奔赴了 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我越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 总是会有人在歌唱 咱们是家的拍摄 有eri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